大家好 今天是6月20日 星期四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首先看看今天的新聞題要 碧斯省東北地區禁止開發新能源以保護純錄 賴嘉誠創作的Super Boomi擔任NHL在中國的親善大使 碧斯省宣布本省東北部分地區暫停開發新能源以保護本省純錄 省府今天發布有關增加純錄數量的研究報告 並公布一項與本省Sotio與West Mobily原住民部族合作保護區內純錄數量的計劃 該計劃作出14項建議 當中包括暫停本省部分地區的新能源開發 省長Hogan指出 每個住在和平地區的省民坤同意 本省需要保護純錄 但同時也要保障工作機會 然而該議題的討論卻撕裂社會 他認為只有與社區一同合作才能解決問題 暫停開發新能源的區域主要位於本省東北部 Mackenzie Timber Ridge 和Chadwin附近的地區 在中國累積了27億個點擊率的熱爆兒和卡通 Super Boomi 最近得到NHL委任為NHL中國親子大使 NHL還與Super Boomi的製作單位 Up Studio 合作了Super Boomi之冰球英雄 透過Super Boomi教的冰球教學 希望可以在中國推廣 在北美一樣流行的冰球運動 創作Super Boomi的童書家 同時也是動畫家的賴嘉誠 他在SFU大學畢業 從小到大都在溫哥華長大 他對Super Boomi能與NHL合作 推廣冰球運動感到特別興奮 NHL冰球聯盟也簽了一個新的合作 也是歷史中第一次他們簽了一個中國親子大使 所以Boomi是他們的Family Ambassador在中國 超級小熊Boomi Super Boomi 他現在每週日 賴嘉誠現在是Up Studio的CEO和創意總監 他說Super Boomi在中國已經播了4個Seasons 總共有104集 Super Boomi從這個月開始 都會登上加拿大的兒童頻道 在Treehouse播出 Treehouse的Youtube頻道都會有中文版 他希望本地的小孩都會認識到Super Boomi 所以這個就是Vancouver Canucks今年的新的球衣 XD HHיד H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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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QQQ HQQ 多倫多的交通一直都為人救病 經常駕車的塞車 等巴士的巴士遲到 坐著地鐵的地鐵突然停駛 每日用在上班下班的時間都不少 根據最新一份調查顯示 多倫多市民用在交通上的時間都比6年前的長 受訪者平均每日由家回到公司需要42分鐘 相比2013年的39分鐘多出3分鐘 當中最受影響的是住在不若刻 和意圖逼谷的上班族 平均交通時間多了8至11分鐘 調查也發現 搭公共交通工具上班 被自己開車平均多出12分鐘 看來是多人多 最好就是可以走上班 但現在市中心樓較那麼貴 單位又那麼小 你又覺得值不值每日這幾十分鐘呢? 之前有說過 如果Raptors拿到冠軍 按照慣例會受邀去白宮 給美國總統接見 Raptors未拿到冠軍時 就有人猜測 特朗普可能會小氣 未必會見Raptors 今天杜魯多到訪美國 和特朗普見面時 被記者問 會不會請Raptors來白宮 他果然表現得很小氣 只是不停地說想一想 那即是怎樣? 看來很有機會是不會邀請 特朗普個人性格張揚 很多人不喜歡他 其實就算他開到聲請Raptors 人家都有可能會拒絕他 好像一七年金州勇士隊 拿到冠軍時 就主動拒絕他的邀請 令到他極無面 而一百年勇士再拿冠軍時 他就簡直沒有發出邀請 這幾名在列治民山的華人 用左手唯一來應用他們就最貼切 他們任職一間提供網絡 伺服器服務的公司 會在越南客戶 安排了多大1000TB數據量的伺服器 提供兒童色情圖片和視頻的上下載服務 早在2012年 那個網站就已經引起警方的注意 散經偵緝督察 Dave McDonnell就說 網站的內容極其不堪一目 那些兒童都受到嚴重的性侵害 警方最初還以為只是處理 800多位兒童的色情物品 後來才發現數據量無比驚人 甚至經超出散經 當時可以儲存和處理的數據容量 據統計 那個網站文件的下載量 已經超過1900萬次 督察繼續說 這幾名員工是知情不報 所以將他們拘捕 而那名遠在越南的始作用者 山經表示 已經向越南提出緝拿申請 補修當政府上台之後 有的便沒有 沒有的便有 但不少轉變 似乎省民都認為是壞多過好 就好像遮減師傅教育經費撥款 多倫多公校教育局 昨晚28比4 通過包括裁員和遮減課程及風暴 來減少開始 在未來兩年 有最少600個職位減少 由於教育局 成落人會遮減教師職位 所謂總部和前市學生支援職員 例如社工 言語治療師等 最受裁員影響 有人就擔心削減這些職位 會影響學童的心理健康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如果這幾天要出長榮航空回香港或台灣玩 就要留意自己的航班有沒有被取消 因為長榮航空勞資雙方今天下午 雙方無法達成共識 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當場宣布 由下午4點開始罷工 有多班往來台北桃園機場 和香港的航班取消 在6月21日和23日 也有往來多蘭多或溫哥華的航班取消 大家可以去到長榮航空網站 看到受影響的航班資料 香港今天有一宗鄰航慘劇 今天清晨有一個女人抱住一名年幼1歲 有多處傷痕的女嬰去到屯門醫院求診 但女嬰最後不至失望 警方經過初步調查 發現女嬰的身母因為經濟問題 在今年1月將女嬰交給朋友照顧之後 就沒有再探顧她 而那個朋友另外約有3名女兒 住在原來一間鐵皮屋 而女嬰就只是躺在一張小型的梳化床上高 警方最後拘捕了那個朋友 她的男友和女嬰的身母 有雲善應曾經看伐女嬰 三文事業約而被捕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馮瑩和麥明仙最近去了荷蘭拍節目 馮瑩說當中有很多內容都不能出街 自己還聚走拍節目 難道不小心說錯話 剛剛收到消息說將會暫定在7月21日出街 但是我們是不肯定的 因為我們擔心裡面的內容 其實都不能出街 到時都不會見到這個節目 擔心出到一半之後被人投訴 可能要暫緩這個節目 要撤會寫那個節目 做甚麼被人投訴 有些甚麼 她呢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純情很乖的女生 比較少接觸夜生活 但是節目經常安排我們去了解荷蘭當年夜生活 叫我喝酒 我喝一兩杯就醉著 就上鏡拍節目 我怕出來的表現 大家會不想看 而且都了解當年 又不是慢慢的 不過醉的就會全部剪出來 是啊 因為我喝半杯就醉了 其實絕對不是鼓勵大家去醉 只不過是小著小灰 我已經比常人更快醉了 我有一件事是覺得非常驚訝的 在這個旅程 我終於了解到甚麼叫擔心氣場 話說我們兩位女士 都去那裏和當地人很多交流 不知道為甚麼當地的男士 完全不靠我 跟我聊天打招呼都不想 只是很開心地跟Louisa 再了解多一點和做朋友 我覺得可能本身是單身 或者是在關係中 其實真的很影響 不知道是甚麼言語那些 那些男士可以怎樣 真的是這樣的 我們有一位都年輕的男士 年輕才俊 是的 我們當日一起認識她 話說 大家都交換了一些聯絡方式 但是過了若干時候 她只是有繼續訊息我 但是沒有訊息她 我還沒說單身氣場 因為可能她 即使我們已經身處在世界的不同地方 我也沒有特別透露 她都感覺到一個專一 有穩定男朋友 也許她不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不覺得她是甚麼損失 我一點都沒有特別的感覺 我也很鼓勵你繼續跟她 然後跟她多一些溝通 我希望下次我邀請她上來 多了 多了 不要再說了 有機會發展嗎 我覺得可以發展成為 在那邊的一個男性朋友 我每個地方都要有不同的選擇 都會收回一些 朋友 有 對 她說如果有機會我可以去分 因為她其實是來自英國的 她說如果我去英國 她就可以幫我安排住宿 哇 今天的新聞是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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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œ 再見 再見